欢迎来到山楂树下 音乐园计划 天天镜骗人了 跟我骗进来啊 就我 老师把我骗进来 你看 没人 又来到新的一期 音乐园计划了 你好 你好 腿太长所以打结了吗 就是 就腿长到打结吗 你结什么 你结什么 解开我 打结 结什么 解开我 哈喽 哈喽 你们今天怎么是一个 你们是一个队吗 我们不是一个队 你们怎么是一个色系的 你在说什么 什么叫我们是一个色系的 你看你是白 他是白红 你是红 你是黑 但是你们都有黑 老师他们排挤我 天呐 整套制造是演员 好累啊 卧底 白卧底 白卧底 这不是卧底 我怎么可能会是坏人 就隐藏的特别好 他就是嘴音到最后那种人 嗨 嗨 来 您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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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 为啥 德高望重 行业地位 哈喽 哈喽 你是合作了某款纯优吗 你每天都这样 为什么 对啊 我就喜欢这个 好看的 好看的 但其实你作为东北人 你可以把它截至成嘴唇的肉 叫唇釉 哈哈哈哈 哈哈 唇釉 哦 你这是唇釉的 哈哈哈哈 你这玩是唇釉 我是唇釉 唇釉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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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歌手 姚小唐 我觉得好的音乐人 带来的好歌曲 跟好的歌手 是需要有缘分的 勇敢充满 放心非 有很多幕后的音乐人 写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 然后等待着好的歌手来去演绎他们 两个角色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一起共同努力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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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好 耶 咱们也 咱们也好久不见 第一次见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不是第一次见了 咱们前年见过了 前天 前年 完了 完了 前天刚见过 我连你我就快忘记了 哈哈 是你昨天你已经忘了 这怎么这么大个屏啊 这是山楂树下 山楂树下 我们薛老师又不在了 说不录就不录了 不录了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 山楂树下音乐园计划 我是音乐小圆 首先我们要欢迎 刘希君 姚小棠 两位新朋友的加入 哈喽 欢迎 欢迎新朋友 首先我们将会进行 默契二选一的挑战游戏 本游戏需要参与者的勇气 度量 口才 与强大的心理素质 如果给你们一个 只能二选一的选择 你会给出怎样 意想不到的答案呢 大家又会默契的猜出 你的答案吗 我选一 默契二选一游戏规则 每位歌手需戴上耳机 回答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 其余歌手将猜测该歌手的答案 若选择与其一致 达成默契即获得一分 所有歌手将依次成为答题人 八轮答题结束后 最终积分靠前的歌手 将拥有提前出发的优势 请注意歌手们给出答案前 答题人请闭上眼睛 首先让我们有请黄子洪凡 好做做啊 下水换一个人 把他端走 什么都没干呢 你就开始了 你说两周我试试 黄子 那这个耳机是个耳机 这个耳机是干嘛 耳机请播放音乐 有了 听不到你说话了 黄子洪凡 黄子 你好帅啊 他真听到了 请看黄子洪凡的挑战问题 你追求前最后一个舞台 你会选择以下哪位歌手一起合作 一 晒一纯二 周北昌 我真受不了 他选谁是不是都送命 他有秘密的 我觉得一了 他退休最后一个舞台路 我都多少岁了 问你呢他多少岁了 就是跟你一块来一个终身成就 不是我可能早退休了呢 没有啊你可以唱到一百岁 活不了那么久 活不了 姐他的意思是他明天如果就退休的话 他现在想跟谁合作 好不吉利的问题 他一会摘耳机就可以退休了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小善跟他在节目常住 可能互相了解比较多 早就腻了 腻了 你们都没有一起合唱过 怎么腻 就早就看腻了 但是看是肯定就看腻了 对不对 但是人家合作嘛 刘希君老师觉得呢 他选谁是不是都送命 因为都没有合作过 真的还蛮难选的 我觉得肯定是二 因为 尊老爱佑是吧 人家高兴吗 有道理 来吧 我们来做选择吧 三二一请选择 就我选错吗 请黄泽红帆摘掉耳机 做出选择并转身 你选择了 你选择了 何必呢 为了这个分解是可以选二的 是不是 因为在上一个游戏之中 虽然我的卧底队友不是 BB老师 她的表现已经完美成为了 我的那一个卧底队友 你一直不说话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她接棒了 你也有怀疑了吧 那你投我吗 就是要组一次卧底的意思 完全和音乐风格 舞台创造都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她就是不想跟我合作 大家别远了 只是针对 针对 我们都想好多 对 没有 其实是这样子的 有一次舞台可能BB老师不记得 之前其实我们有过一次合作舞台 等 记得吗 哪个舞台 哪一个 五秒钟说出来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这样对待一个老年人吗 老年人吗 知道 其实主要是针对一 没有别的 主要就是不喜欢善一阵 主要就是不喜欢善一阵 没有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林凯 什么 干嘛 来 怎么那么突然 然后又是这个问题 把名字换一下 今天我又是最后一个出发了 第一局就锁定结局 如果你可以改变 你更想拥有周深的嗓音 还是刘宇的身高 这个怎么选比较好 我分析她应该会选择周深的嗓音 因为她已经够高的了 这里的题应该全部都跟我们现场所有人有关系 就是互相伤害 是 结束了之后就拜拜 实际上 也不至于了 实际上 就节目所行事是最后两期了嘛 就赶紧给所有人骂一遍 对 来吧 我有答案了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我也没有准备客气 是吗 一百一百坚持一一 盛生你是不敢选自己吗 没有因为我也很好奇就是他们风景 周深选了自己想选的 三二一 你为什么还要升高 嗓音这种东西通过后天的努力能够一够 身高是没有办法通过后天的努力达成的 跟你合唱我就没 我永远都没办法唱这一句 为什么 我不和我高大精心 也对 行吧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姚小棠 好 来 来看一下你得罪是哪帮人来看 我看我要得罪谁 他不会 他应该不会Q人吧 好 请看姚小棠的挑战问题 你只能在意 他 你玩这个 你搞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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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狠了 太狠了 太狠了 为什么没有皇子后反合周深 你什么 你知道我们 你什么意思 十二 我就不跟他一起 对不对 等一下我要选第一题我要选BB 过分 太好笑了 哥我只能选你了 我没有办法选自己 不 作为男人要自信 这在互让 要自信 我今天不管什么 我刻定了 我一定要死选一 为什么 我就不信没有一个答案是一 你俩都选自己好看 你俩选对方多么意思 选得太客气 对啊 多客气 真别客气 这么难选吗 对啊 好难选啊 谁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感觉 谁知道 真是 请各位做出选择 三二一 请举牌 请姚小棠做出选择 我的选择是 对 我也不想跟你合作 我也不想跟你合作 我要说一下理由 因为两位老师都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千秋 这句话就不用铺垫了 咱姐们说 不用不用了 不用铺垫 没人 他讨厌你 对 他讨厌你 那是因为我 就是单纯针对我 不是 不是没有 我是你有路不了 不路了 哥别激动 别激动 别激动 不是 有可能也是尊老爱幼呢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据我所知 我应该年纪比王林凯大 我喜欢 明白他 哥哥 对 知道为什么我选一吗 因为我看过你演的戏 我觉得你更有画面感 更能更能够 让比比姐磕一下 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二人 站在一起先 行了 这个就下雨拍吧 更有千秋 更有千秋 你们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你是懂反应的 你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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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周深 来 看看我们周深 来 周深老师 来 下面四位选出你的理想型 下面选出一个你最讨厌的人 选择 上一只 请看周深的挑战问题 来了 你真是还好吧 来吧 你们之前没有刚刚合作过 我们没有那种一对一的合作过 没有 合唱舞台算吗 合唱舞台也算吗 能算吗 至少合唱过 你们没有过 看过现场 对 更想跟谁合作是吗 没事可以伤害我 没关系 其实不是伤害谁的问题姐 我们是主要是想赢分 也是 也是 我们主要想先出发 我们主要想先出发 你主要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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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主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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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请选择 蒙一个 我一整首歌都要放完了 请周深摘掉耳机 结束了是吗 我都快听到伪奏了 来 纯妹妹的尾错都放完了 纯妹妹 请周深做出选择 怎么又 又赢一分 因为从小听你 我天哪 没有 就是因为我在 谢谢你 我读书的时候真的听很多 席君老师的歌 谢谢 但是我没有跟席君正式唱过歌 对 我们没有正式唱过 就是我其实好像在做所有老师 都没有那种就是正儿八经的合作过 是的 先追求我的回忆 谢谢 我们下一个是谁 接下来有请 单依纯 你完了 我觉得一定不是什么好题 真的 你在干嘛 等一下我这裙子 你的裙勾住了 你想像那些马要上战场的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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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笑 好笑 我真服了 来吧 以下两种类型中 你更希望你的另一半是 一喜洋洋行 二猪猪侠 哈哈哈哈 怎么不能就是一个人 怎么就不能是黄子红白鞋 啊 哈哈哈 他就是 就无论怎么 哪怕到了动画片 他的那个两种类型也不会有我们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祝孤生 祝孤生 选吧 好 这太抽象了 这两个是什么不同啊 啊 一个是猪一个是羊 好 谢谢你的解答 对对对 猪猪侠是哪一种啊 哦猪猪侠是那个 GG棒 我叫 所以喜洋洋算是什么类型 睿智型吗 好 嘿 我又玩了 你唱了他们的那个歌 你应该最熟悉喜洋洋 我们是一群小小的羊 小小的羊儿都很善良 善良啊 喜洋洋 喜洋洋是属于聪明的类型吧 对 就很有脑子的心 答案 我选猪猪侠 因为我喜欢猪猪侠 她的人设是什么 她的 我不管她的人设 我只是单纯的喜欢猪猪侠 外型是吧 对 可爱是吧 没办 他们两个都很正向啊 这两个其实 对啊 这 放完咯 放完了 这么快放完了 哎呀 我觉得很难很难判断 好难选啊 我觉得她自己都很难判断 对 我觉得她自己都很难选 结果她的回答不会是 更喜欢吃猪肉或者是羊肉 怎么来订的吧 最喜欢的动物 小粉肥猪肉 谢谢你提供答案 你可以计计 我唱喜洋洋的 那我选二吧 对 你坚持一坚持 你坚持一坚持到哪儿去了 对了 我后来换了二 你刚才对了 请各位歌手做出选择 三二一 请举牌 请单依纯做出选择 三二一 你故意的吧 我一直没对过 对啊 你以为我喜欢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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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哦 哦 李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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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为什么 哈哈哈 没有 你们的聊天比这个话题 你的聊天太夸多了 太夸张了 哦 想看你们俩合作 合作聊天 合作聊天 合作聊天啊 护腿 Let's talk 你不是喜欢猪肉吗 喜欢什么 猪肉 猪肉 哈哈哈哈 猪肉 猪肉 他喜欢猪肉 我喜欢喜羊羊型 是因为 我小时候喜欢看喜羊羊 那你不喜欢看猪猪侠吗 我也喜欢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喜羊羊 而且比比姐唱过喜羊羊的歌 哎呦 好吧 接下来有请刘雨宁 喜羊羊美羊羊 美羊羊飞羊羊 什么羊搭什么菜 什么羊是什么羊羊 哎呀 我选的猪猪虾变菜啊 哈哈哈哈哈哈 请看刘雨宁的挑战问题 你想要歌红还是人红 哎呀 歌红还是人红 我知道了 我选好了 我也选好了 我也选好了 就是我们当然 作为歌手当然希望歌红 但很多时候歌红 大家因为那些歌 记住那个歌手是非常非常少的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红了 他所有东西 会更好的去表达一点点 对啊 歌红还是人红 选吧 请各位做出选择 三二一 请取牌 来吧 三二一 竟然终于对了一题 谢哥 谢哥 为什么 为什么 你选的是什么 你选的是人红是吧 你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人红了歌能红 但是歌红了人不一定能红 是这个道理了 确实是这个道理 对 而且人红了会有很多很多歌 但歌红了不一定你有很多很多歌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人已经太红没有空间了 把下 博士 你们说这个肯定也是也是没错的 因为你人首先你红了你 你的歌收的歌可能机会更多嘛 对啊 然后你可能有更多人听到你的歌嘛 对啊 对啊 但你为什么选歌红呢 因为我就是靠歌来到今天的 初心本来就初心 对我最开始的对对对 我觉得歌手可能都是希望自己有好的作品 对 作品立身之本嘛 对 而且我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是这么选择的 看来我们把你想得太肤浅了 对不起 不是 不是 我就是一个肤浅的人 你不要代表我们做二选择 我没有这么欠缺 我跟他关系也不是很好 服了 接下来有请刘希君 好 请看刘希君的挑战问题 请问刘希君 如果薛之谦和周比畅 同一天举办生日演唱会 并邀请你当嘉宾 你会选择去哪一场 我的妈呀 你居然和薛之谦同一天生日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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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那肯定选你 薛之谦演唱会当了那么多场嘉宾 没有 当过那么多场 肯定在这儿 他去过很多场吗 薛之谦都一百多场了 他很多场都在 但是是举办生日场很重要很重要 薛老师现在人又不在 他不选一又怎样 对啊 我们全选二人 信我 绝对他 为什么 因为薛哥不在 你这么不选薛老师 你想想老师是这样的 就是 哪位强制老师不在 你就要得罪他吗 哪位强制老师不在 你就要得罪他吗 哪位强制老师不在 你就要得罪他吗 哪位强制老师不在 请各位歌手做出选择 一 二 三 第一次 第一次 请刘希军做出选择 好吧 谢谢你 我又对一题 送不在了 是不是因为他不在 是不是因为他不在 不是 去了一百多场 就回家一样 我觉得 腻了 我想出去浪一下 不是 但是有个关键词是 薛之谦过生日 是 这个也会让我有点纠结 是不是 对 但是过生日 好像是刚过完 好吧 宝贝 我就觉得可以 好 一起玩一下 生日快乐 怎么可以 到你了吧 我又可以换个数字了 来吧 最后一个了 他刚才选的什么数字 二 二 那他这一把有可能选一 完全不顾题 你现在还没抽的 你对我们的游戏尊重一点好不好 接下来请看周笔唱的挑战问题 如果你的面前有两首新歌 你只能选择一首演唱 一首是方文山做词的新歌 二是薛之谦做词的新歌 这些题是针对薛之谦的是吧 我发现了后面这两个是 薛之谦今天不来是不是也能挣这分钱 是这样的吧 只要节目cue到就要给他打通告费 对 不会就cue到他 我们要用他但是不给他通告费 好 好不了 这房间有个弊端就是不能跟他们出去玩 我觉得他对他来说很难选 请大家做出选择 来吧 三二一 请选择 那他这一把有可能选一 因为薛老师会看节目 而方老师不会看节目是不是 好笑 你凭什么觉得方老师不会看我们节目 那也关心就所有的华语乐团里面 华语乐团的创作人 是吗 是吗 请周比畅做出选择 我选 为什么 理由 我会过去要求薛之谦 然后能不能把词改成方文山的风格 那明明都已经有方文山本人做的了 你为什么要 你因为听薛老师字改 也不选方文山 就想让人难受一下 给我改 是的 就是要让人难受一下 这个真的梦名其妙 也就是方文山老师的词 就是你没法提出修改意见 就这个作为薛老师就给随便 他是朋友可以是商量 是不是这个逻辑 这个答案好你抄一遍 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什么逻辑 这个答案好 好游戏结束 大家可以听歌了 默契二选一游戏结束 恭喜第一批出发的四位歌手 刘希君 周深 刘雨宁 姚小棠 更多精彩 请关注周日晚 山楂树下 音乐园计划 方文山老师 大家好 我是方文山 一会儿有什么脸进她房间 对不起 那这个就不听了吧 有没有想要试一下 一个人选我 我真的会两次外相换来终身美 把我们改善了 喜欢反其道而行 喜欢出其不意 所以我们就 bus sie 喂 说 O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